俄乌冲突还在持续 乌克兰官员称 俄罗斯11号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导弹袭击 造成东南部尼科布尔四人死亡 现在在另外一方面 丹麦国防部也表示将会联手 荷兰与美国要帮助乌克兰建立 F-16战机为基础的空军队伍 乌克兰东南部地涅伯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 尼科布尔的一所学校遭俄罗斯导弹袭击 造成至少四人死亡 并有两人受伤 学校受损严重 乌内政部长克里缅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已经确定遇难者是学校员工 此外 州长表示 当地还有50栋私人住宅 以及两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另外 俄军表示已对乌东对涅茨克 阿富基夫卡前线发起攻势并取得进展 俄国防部称 抛兵小组与航空部队协同作业 为俄军作战提供支援 乌克兰武装部队证实 俄军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 但表示所有袭击均被无军击退 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 东北部哈尔科夫州赫罗扎村的两名村民 已被确定为叛徒 他们涉嫌在5号的咖啡馆遇袭事件中 领导俄罗斯进行导弹袭击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表声明称 两名嫌疑人是兄弟 他们从10月初就开始收集 关于村庄举办大规模活动的信息 这场造成55人遇难的袭击 是俄乌战时爆发20个月以来 哈尔科夫地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袭击 丹麦国防部11号宣布 丹麦 荷兰和美国将共同领导 一个国际联盟 帮助乌克兰建立一支 以F-16战机为基础的空军队伍 丹麦国防部在声明中说 新的联盟打算围绕F-16建造基础设施 还将培训飞行员 以及提供必要的维护等 丹麦国防大臣表示 丹麦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特别是捐责F-16战机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因此丹麦应该肩负起 领导这个联盟的责任 欧洲司法组织主席哈姆兰表示 负责调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国际办公室 已经收集了数千份有关 俄罗斯高层犯有战争罪的证据 哈姆兰补充称 检察官正在筛选视讯 卫星图像和证人证词等 之后将把证据翻译成英语和乌克兰语 并储存在安全设施中 一供未来的特别法庭使用 此外 多个国家正在提交更多材料 因此最终的证据可能多达数十万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